大家好 最近和兒子一起研究一下怎樣做可以換淚芯的布口罩 早前大家應該跟我一樣都是撲口罩撲到黏了線 現在手上已經有些口罩 但也會想做一些布口罩拿來日常 純粹出來一陣子的時候配戴 就可以節省一些口罩 上網看過很多不同的專家都說布口罩會有五六成的阻隔力 所以如果可以多放一層過濾的物料 就可以更加高防禦力 例如一些不織布料 又或者是乾了的濕紙巾 還有其他可以過濾效果的物料 而布料方面我用了三層的 底層用沙巾的質地 中間一層防水層的布料 表面那層就選擇這些花綠綠的日本布 至於掛耳帶就去賣絲帶的材料普買 分別買了黑色和白色的 這裡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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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我就開始改正的紙樣 因為之前做過第一個的時候覺得它比較細一點 所以我這個會畫大一點 留意紫色這一部分 剪左右兩幅 是比面層和中層短的 準備好就和哥哥一起做 他說想自己做一個 到時有兩塊的 一左這邊和這邊 即是這邊和這邊 快步有花紋的話 記得量度的時候 就要看看你剪到什麼位置 確保主要圖案不會被我剪掉一半 而哥哥說要左右鴛鴦色和 另外一半我們就做牛仔布的顏色 一邊牛仔布一邊花布 然後現在釘上去 兩塊布搭著 然後再釘好就可以剪出來 來到這一刻 哥哥都充滿熱誠的 剪好面布 然後再剪中間的防水層 還有最裡面的一層沙根 一共有六塊 將它們面搭面搭在一起 再在拱形的邊緣 開始縫好它 哥哥一聽到每一層都要這樣連發 已經呈淺霹靂了 但它都頂硬上連了一層那麼多 再幫它收針 完成了 完成了 想不到看上去都OK 一針一針都很整齊 比媽媽的針子看上去更好 反了出來就會看到邊緣是這樣的 但是你會看到好像不太順 好像有點凸凸凸凸 這個時候你反進去裡面的戒 然後就剪裙邊給它 剪完就是這樣 然後你再屈出來 你就會看到整個邊緣比之前更加順滑 另外那兩層都是這樣連發 但是沙根這一層邊緣還要再做一個步驟 左右都要縫好那邊 都縫好就可以開始一層一層疊好它 次序就可以跟我現在這樣做 給大家看清楚這個重疊方法 重點就是骨和骨要對得很正 口罩鼻歌的位置都要貼合得好些 這個時候燙一下也可以 然後可以用大頭針去刺邊 然後縫的時候就沒那麼容易走位了 把三層重疊好就縫好上面和下面兩條線 還有大家可以自行忽略我這麼差的針紙鏡 但是呢 連完之後其實都沒什麼 將要緊的 然後再在面部和沙根之間屈出來 就會見到基本成果 最初我都研究了很久 究竟是哪層打哪層呢 但是慢慢再連多一兩個之後 現在又覺得好像熟手了一點 所以如果想做的話 要下定決心下了一個紙樣 先剪了幾塊布 然後動手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知道究竟是哪層打哪層 最後就在左右兩邊收口位 就是捲好它 加上一條耳繩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這個位置就是用來攝濾芯的 如果不喜歡把耳繩打裂 可以試一下用這些扣 都是在深水堡買 但記得不要選太重身 方便在可以隨時較鬆緊長短 我自己的就是全牛仔布 然後特意做一條銀線做邊 看到鼻子眼下這些位置都很適合整個面型 耳繩就可以在做好之後 慢慢自己調好 用完記得每天都要用手洗和浪肝 覺得焗的話 應該可以選擇一些純棉質 薄一點的也可以 側面的位置想上去貼合一點 就可以索一索這兩條帶 還有這個形狀中間是立體的 那你休息的時候 或者說話就會有一個空間 大致上的做法就是這樣 我這個初學者都做得到 應該大家都做得到 所以希望今次的分享 大家會有用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我記得大家晚上 我記得按照片 你記得按照片 你記得按照片